美丽庭院的活动 其实每年都办 差不多从16年开始吧 放牛村有个特色就是 家家户户都爱种花 我们美丽庭院有四个评选标准 第一个是整洁 第二个是协调 第三个是环保 第四个是吃饭 它有一个带动作用 我觉得这边每家院子都挺美的 对 都有自己的特色 然后马上到这一家是苏苏姐家 它是外面来租的房子 悠南小住 姐 你好 你好 鲁大哥 鲁大哥 您这院子虽然不开民宿 但也起了个名是吧 我自己取的 悠悠然然在南沙 乐享其中淡然的生活 我就是这么想 那您是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2017年的时候 来吃了一个饭 然后走到这里 因为当时是傍晚 然后在屋前的地方 有一个那个汉金链 阳光打在上面 看起非常的文艺 只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定下来了 您是哪儿的人 我是重庆本地人 市里的 市里的 从我当位上班 到这里只有35分钟的车程 非常方便 所以你一来就喜欢这儿 一见钟情 你这满院都是花 这真是好看 都是风景 这太漂亮了 天竺葵配上这颗红蜂 行吧 待会儿平远活动 咱现场见了 好的 拜拜 再见了 拜拜 毛毛哥 您看看 南哥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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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子 对对对 多大了 四岁了 四岁了 这不是多肉 是肉多呀 这也是啊 对 它名字叫红富伦 这个好看 没别的 您就是喜欢多肉 对我最喜欢多肉 这里有300多个瓶座 总共有3000多盆 真好看 这个多少钱啊 我没有卖过它 这是我的心头肉 我卖 因为从小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小院 然后养自己爱的花 养自己爱的猫 我想就在这里可能能实现 一二三 谢谢 谢谢 幸会 再见 杨芸姐 我们又见面了 小赵 又见面了 所以说有缘会再相见的 真的 还有缘了 第几次参加了 第六届了 今天就是 第六届了 我的庭院很简单 干净整洁 有那个我们的简单的草本植物 最美的角落就是我们这棵白兰花树 这棵白兰花树 是我在十岁的那一年 然后我和我父亲一起种的 二十五年的 我父亲他就是告诉我 做人要像树一样 坚韧向上 然后奉献的一种精神 之前是父亲来守护我们这个家 然后现在我成家立业 然后也有小孩了 就由我来守护我们这个家 三二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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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品种 这么多颜色的愿意 平常我们一家人 喜欢写点毛皮纸那些 我觉得农民现在生活好了 然后我们都要学写 这种感觉太舒服了 小徐 刚才罗老师介绍 他说你们今年主打的是 环保这个主题 一探环保 对 绿色植物不都是环保的吗 对 我们是装绿色植物 那些东西 可以来看吗 我们电饭饭 没有注意到 你没看见吗 这个有节有景节 关键是完全很协调 就你没有觉得 这是个电饭饭 是不是 这个胎让我出乎意料了 这个小料盆的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可爱 洗洁精的那个壶 见证你们家 过去历史的这片瓦 小肖他们家 我们住在这儿 把他们家也推荐一下 重在参与嘛 对不对 这个角落拍出来比较好看 这一个花团景错 这叫花境不曾圆客扫 藤门金矢未均开 茄子 好 非常棒 行嘞 可以了 我觉得可以了 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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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